嗨,大家好,我是沫村奶爸 今天坐着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在网上特别火的一件事 就是这个20万大妈的事 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 就是在一个电视台的一档老年的相亲节目里面 有一个62岁的大妈和一个68岁的大爷相亲 然后这个大妈就提出条件要20万 大妈就说了,你给我20万,我跟你好好过日子 然后结果这件事就在这个网上发笑了 然后有些人就说什么,这个要20万 娶个小姑娘还不要20万呢 娶个老太太要20万 更有人把这个数字都算出来了 说这个成金卖你要一斤2000块钱 你说这个说这话的人,你说他缺不缺德 现在网上大多数的人都是声讨大妈说你要20万 今天奶爸就想替大妈说说话 而且现在更损的是 好多人拿老太太的声音拍视频就在抖音上 今天奶爸就在这里分析分析 这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 首先奶爸要在这里声明 老年人二次成家和年轻人结婚 完全就不是一回事 首先动机就不一样 老年人女性她的年龄 往往要比老年男性的年龄要长 寿命要长 大家都知道一般情况下都是这种老太太的照顾老头 你要如果去公园去溜达去 你就看着都是这种老太太掺着老头 老头颤颤巍巍的 要不然就是老太太推着轮椅 带着老头 这证明什么呀 证明这是由人的生理来决定的 而且还有一点 这个女人照顾人这方面要比男人细心 她天生就是说特别心细去照顾别人 你看在外面家政市场上都是以女性为多 之前还看到了很多新闻 就是说老头找保姆 到最后老头又给钱又给房子的 好多人就说老头缺心眼 他太傻了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这个老人这个老头到老了 是需要有人给他做饭 需要有人给他洗衣服 需要有人给他料理这些细节的 你最起码碰登一下倒地上了 你有一个人打电话叫救护车 所以说这个老头他不是傻 也不是被骗 他是完全依赖了这个人 所以说他到最后又给钱又给房子 他就是不想让保姆走 所以说这个大妈他也明白 你找我 我得承担起照顾你这个责任 这个别说我不照顾你了 就照顾你照顾的不周到不好 你这个子女都得照我来算账 如果咱要这么算算的话 咱就算算钱吧 现在请一个家政服务员的话 需要多少钱 所以说这个20万呢 就是用不了几年就会没了 所以说你爸爸要如果住院了 你去照顾吗 你要如果请护工的话 需要多少钱 你说你一年才回几次家 所以说老年人找伴 他不是说老人像有些人说的 这个人老心不老 这个心还挺花花的 它不仅仅是感情的事 它需要生活上有一个依赖 这就是第一点 我同意大妈先开嫁的理由 第二我想说的是 老年人二次成家 如果不先把钱的事谈妥的话 后续会闹得鸡飞狗跳的 咱们在新闻里也看过好多这种例子 老头老太太成家了 然后老太太搬到老头家住去了 住在老头的房子里了 然后老头身体不好先走一步 然后结果老头前脚刚走 这个家全家人就干起来了 要把老太太撵出去 如果要真撵人的话 你这老太太走 你也得要带一半房子走 因为这是法律规定的 这个应有继承关系的 因为他子女不是一家人 现在我就问问大家 如果你一个月给你爸5000块钱 然后现在你爸找了一个后老伴 这个钱你还给不给了 是不是你得琢磨 这个钱我是给我爸了 还是给那个后老伴了 所以说如果钱这个事 如果都没商量好的话 你这个老年人会晚年幸福吗 所以说我觉得大妈这个逻辑没有问题 上来就先把钱谈明白了 让这个儿女没有后顾之忧 这不是很好的事吗 我觉得这个大妈上来谈钱 没有什么问题 你也不可能上来一开始就谈感情 就像你这些小年轻 你说的一个回家 跟你爸你妈说 我要结婚 我要嫁给他 就因为我爱他 这你爸你妈还拦着呢 你更别提说你妈回家了 说我就爱这个老头 我要跟他结婚 我要嫁给他 我就是因为爱他 那你是不是就得寻思我妈 这是不是疯了呀 所以说这是现实 大家要理解 别要瞎调侃 所以说那些在网上啊 就是拿这个大妈做调侃的呀 然后还不拍视频的呀 还有甚至说这个 你这个两千块钱一斤 把你自己给卖了吧 你说说这个话的人缺不缺得呀 人呢都会有老的一天 而且人的这个进化的这个速度很慢 所以说你不要觉得说 哎呀我有知识 有文化 高学历 等我老了 我肯定不会这样 我就告诉你啊 不对 就等你老了呀 你就会发现你越老了 就会越像你的父母 等有一天你真正老的时候呢 你就会知道 你跟你爸爸妈妈一样 所以说这个人呢 是抗拒不了的 这就叫做自然规律 所以说大家呀 不要去调侃这位大妈了啊 要以尊重和理解的态度 去看待这件事 行了 这期的视频呢 奶爸就跟大家说到这了啊 我是莫村奶爸 咱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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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